我有一張股票 是大統一 2009年買的 按照我很巧心謹剩的原則 我就買一張 因為我怕它再跌 但是我第一張23塊 到現在我還在 我已經領了多少錢 60塊股幣 除了這個60塊股幣 那你的成本呢 我那一張就頂一頂 每成本 我的股票原則是完全 我不會做功課 然後可能也是沒時間做 所以朋友叫我買什麼 我就買什麼 朋友跟我說今天一定要趕快賣 然後早上昏昏沉沉的時候 我按買了 就是明明要賣的價格是高點 我按買了 然後我一按買高點 我整個清醒耶 收入太… 因為作學初 一部很高 它還滿興奮的 但就要慢慢存… 有請假值 大概一個禮拜前 還有一副 我現在資產過300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那它是什麼個存法 它存到一個部分 它就傳一個LINE給我 我現在存了2萬6 我現在存了3萬多 好棒喔 那我就會跟它討論說 那這樣子 最近不錯 你要不要買一張 好棒 我也想要加老師的LINE 歡迎來到 小宇宙大爆發 生活煩惱幫你音音激發 大家好 我是盈婷 我們做任何的理財 任何的投資 都是告訴大家 要抱持一種戒慎恐懼 而且心存敬畏的心來做 也因此市場上 一點點的風吹草動 常常我們就會感受到 非常的敏感 就像那個農曆年一結束 一開拍 台股大漲了五百點 這是一個sign 好像我們今年會是 一片大好 但是又未必如此 因為你看看經濟指標 普遍好像又低迷了一點 到底該怎麼辦 你左思右想 朝不思思飯不想 日子過得不好 這樣的方向 也不是我們要過的生活 所以我們今天來看看 很多人說 那我就穩健的存股 穩健的存股 可以打造成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有機會讓你 一天有被動收入 一萬塊錢 哇 好心動喔 真的做得到嗎 所以今天有請 我們存股達人好朋友 謝思音老師 主持人好 來賓各位觀眾大家好 謝謝老師 你看一開始就緊張了 因為我剛剛說 今天重責大任就交給他 我們另外一位 小資美女女孩 我們謝凱蒂 哈囉大家好 我是凱蒂 我來學習的 老師 老師我們兩個今天攻你一位了 我知道老師去年的戰績 我先報給大家 因為老師的這個股票 因為透過穩健的存股 也不用每天看盤 也不用短線殺進殺出 也不用上衝下襲 開開心心的過他生活 去年好像你的股息 就配了多少 股息現金股利 大概240萬 然後再加你的周邊股票 股票股利 自己的面子是漲漲疊疊疊的 所以好的時候 可能再加到有360 38 這樣子 所以一年幾天 來大家回答我 一年有那365天 老師一天零1萬塊 一點都不誇張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 老師是從45歲才開始做存股的 所以大家都來得及 大家都來得及 因為45歲算是比較後面開始了 對不對 並不是二十幾歲開始用時間 長時間的累積的負利 造成的這麼大的收穫 可是老師從45歲開始呢 本金也沒有拿很多 當初你拿多少錢開始做 因為之前我是 本來是只會存錢 然後丟給我父親 我父親在那邊去耗子買買 那所以後來我等到 我就發覺對這個有興趣 我開始有研究的時候 我發覺我跟我爸爸的管理 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我就跟我爸爸講說 你可不可以讓我來了 所以就從我附近那邊 把他移轉回來的時候 那時候我算過是220 那22045歲嘛 那我在辦公室 還在跟同事講說 哇五年之內五十歲的時候 我要存到一千萬 希望累積嘛 那個目標 吼完了辦公室沒人理我 但是我偷偷的 偷偷的我三年半就到了 三年半就可以拿到 兩百直接到一千 對 可是老師45歲開始 然後本金只有220 然後短短的三年多的時間 你已經本金來到一千了 來現在帳面上的數字 我們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台股也是起起伏伏的 所以你現在累積到 有大概多少 我現在到大概昨天吧 大概五五五千五 但我去年 去年最高到五千七 但是也有一度下來 去年最低有到四千九 對 可是就是一個波蘭不經 四千七 大概四千七 去年一上一下 你差了一千萬喔 對 經過幾次大股災之後 你會發覺 股災對我們來講 是像你去百貨公司週年慶 因為股災之後 會有便宜東西 減便宜 然後如果你把配的股力 有留下來 或你平常有存的錢 你會發現那時候才是 打折大拍賣 你可以買到更便宜的 所以等到股市回來之後 你的贓數多了 你的資本 那個資本 整個資產就跳得更快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 可以檢視一下 謝士英老師 現在他自己本身的持股 因為你有比較核心的持股 也有衛星持股 你現在怎麼去調配他們 我其實沒有刻意去調配 我在這邊跟大家解釋一下 最主要就是說 因為我們存股就是 第一個我要保持一個紀律 我每個月固定存錢 那存錢我不一定要每個月買 沒有人規定你 定時訂額不要 你要保持定時存錢 但是正好存到這種 碰到有好的股票 或者好的價錢 我就去買一張 那不是每一家股票 都會有好價錢 所以有時候 你會碰到夠低的 像我那時候 在SARS的時候 我第一家 第一個存股是統一 SARS 2003年的時候 統一跌得很低 大概10塊以下 剪了一個周年慶 打折再打折的概念 所以那時候 我做的一件功課 除了看統一的價錢以外 我在注意SARS的離病 公布的數字 他公布數字 從最高開始 每天開始下降的時候 我就說可能疫情要舒緩 那時候再一看 10塊錢 我就開始買 像玉山金好了 玉山金是2008年 金融風暴 到了2009年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資產 我是最高從2000跌到750 這我心臟不行耶 腰斬又腰斬 但是我那時候做了一件事 就是說 我去算嘛 因為其實我存股 我叔叔有講一個 就我平常把錢 從我生活費的賬戶 存到我的那個 買股票的賬戶 我就可以算 我從頭到尾移過去多少錢 所以那時候算了 發覺我移進去 那時候500萬 就從頭到尾 包括那個220 然後陸陸續續這麼多年 那我想說 欸好家債 750還剩 還算多賺200多 沒有虧 是沒虧 還有250 那等到那時候 心情好了以後 再回頭看 哇 玉山金8塊錢耶 我大統一買到23塊耶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 就陸陸續 然後再加上 還悟出一個道理就是 2008年那年 我領的股力差不多80萬 一毛沒少啊 你會發現 你領的股力 跟你股市的漲跌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那是跟這家公司的營運好不好 他第二年要不要配給你 那個有關係 是 所以回頭 那我還有80萬 我那時候用一句話叫 腦羞成怒 我就把那巴士丸全部買 怒買 我虧錢 我怒買 我就在進場 因為你現在遇到倒霉一次 你股價夠低啊 我就想辦法把那個 多存一些啊 多存一些 至少750 存到800 好看點 但是問題是 等到股市回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膨脹起來的時候 速度也很快 對 很快就回到兩千多 兩千多 那 就慢慢就這樣存上來 所以到了2009 2010年 大概就又回到 回到原來的水位 這樣子 然後聯電 你也有100多張 破百張 聯電 對 聯電是因為當初跌嘛 我 我有同事被套 他最高套到100多一點 然後70多 30多 套下來 有一天 聯電跌破了20 哇 我就跟他開玩笑講 我說 我來股市救你 所以從19塊 我幫你王子復仇 我從19塊 開始買到12塊 大概更下面 我就入序了 聯電有到12 這麼慘的時候 對啊 那我後來發覺 為什麼買它 因為聯電其實體質不錯 他每年都 都沒有虧 都有配股利 只是配得少 但他股價很慘 之前被炒很高 他下來就很慘 大家都覺得 不怎麼樣 但後來發覺 我大概三年前吧 兩年前三年前 我上節目 那時候聯電是16塊錢 但他配8毛 有16然後配8毛 那個利息OK啊 5% 那時候銀行利息 才不到1% 那我覺得 聯電未來很好 所以我就記得很清楚 我就在節目上有講 講完了第二年 他因為營運變好了 所以他就變成配8毛 變1塊6 Double Double 對 那到去年就配3塊 哇 今年公佈了 配3塊6 我真的很怕大家以為 我們現在越講越複雜 我跟大家講 超簡單 因為謝詩英老師 他的好朋友 只有一個 叫做網路股市 直接點出來 雅虎 直接看雅虎股市 所以老師的選股方式 來 就是看雅虎股市 這麼簡單 拿幾個指標 就是你 第一個嘛 雅虎他有基本資料 他基本資料就會告訴你 過去的四個quarter 是四季 他的獲利 那你把四季獲利 慢慢陸續把它加起來 然後你可以跟前一年去比 就是只要過小的數學程度就可以了 要持平嘛 對 去年賺5碼 今年賺5塊5毛5 ok啦 那你就可以假設說 如果我去今年賺的跟去年好一點 那你就知道 我明年配的錢 不會比今年少 那然後他有股力政策 他有個股力政策 你就按股力政策 那過去多少年 因為現在資訊非常非常透明 那對我來講 我就用這個我就夠了 我只要追蹤這家公司的營運好不好 那營運好不好 那我就 再去換算 他是不是合理的價錢 如果合理價錢我就多買一點 如果沒到合理價錢 我就原來的股數 我在那邊等配股息就好了 對 就簡單就可以做成這樣 所以我一Key就知道 2012到2021 都是有發放 他多發 現金鼓勵 不管多跟少都有發放 是 表示他賺錢 他會樂於跟股東分享 而且這中間你看都有發票 還有一個trick 如果你是最早2012年就買了 你那時候買了 那時候很慘 大概在十來塊錢 但你把這所有股力加起來 你看多少錢 你的成本已經快 都攤平了 早就攤平好幾倍了 我有一張股票 是大統一 2009年買的 那時候是我同事跟我講 謝老師 這張股票可能很適合你 我說為什麼 他說這張股票配兩塊四 現在二十三塊 我一聽 唉唷 配好多喔 對不對不錯啊 比例原則嘛 那按照我很小心景色的原則 我就買一張 因為我怕他再跌 因為那時候正好股宅 2009年 我說如果再跌我再買 結果好家債 我就買了那一張以後 就沒再跌了 一路漲啊 對啊 我在上一張大概是2728才買到的 對 但是我第一張二十三塊 到現在我還在啊 我已經領了多少錢 六十塊股力 哇 就一張 就那一張 靠時間 這十年二十年過去了 那一張你股力加起來 正好就一路加上來 他今年還要再發啊 那除了這六十塊股力 那你的成本呢 我那一張就頂一頂 沒成本 那你說資本利得 是的 現在那張多少錢 一百五 對 所以一張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 可以讓你 但你就是要有時間 有耐心等嘛 對 推薦我的那個同事 他是二十二塊多買的 他買的比我還便宜 問題他老哥二十五 還有二十六九賣 是急嗎 他急著 沒有獲利啦 他說不走誰走 對啊 大家都是藏到一點甜頭 就覺得好像可以了耶 或是 但是就是說我們春谷的眼光 看得很長的時候 你會發覺 你除了每年固定領到的股力之外 其實你獲得的資本利得 其實更多 所以我們這兩個選股的標準 選出來之後 老師要教我們很厲害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算 怎麼樣股價才是比較合理 或者便宜一點的股價 我們可以進場 聯繫為例的話 我們拿去年這個例子 因為這首反則 做的時候還沒有公布 對他現在三點六 用三塊錢來算 我們先用三來大家理解 如果三乘以四十倍的時候 就是相當於二點五趴嘛 所以他的貴的價錢是在一百二 那合理價錢五趴就乘以二十 就是六十塊 那便宜價呢 就是三十塊 對三十塊 那既然聯繫大概五十塊出頭 所以我們就知道他的價位是在便宜價 應該合理價稍微低一點 但是問題是現在公布三塊六的時候 他的合理價已經變七十二了 所以他現在價錢又更便宜了 對 那我的講法是說 那你說謝老師你都沒有賣股票 我說不是我不賣 我是要等我股票超過昂貴價以後 我會考慮要不要賣 但是你聯繫來講 他沒有過一百二 沒有過一百三 一百四四以上 你捨不得賣 因為他還沒到你覺得昂貴價 沒有到我覺得昂貴價 還沒到標準 這是一個 沒有到昂貴價我沒有要賣 那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想法是說 其實我零電的平均成本才十幾塊 我十幾塊我領三塊六的股票 好開心喔 我何必急著去賣 也是耶 對啊 你的老母雞全部都是不要錢的 我真的感受到 晚上睡不著覺 開心到睡不著覺 因為你進場的成本就這麼低 沒有你長久下來 他都配給你 很划算 這叫人氣我取嘛 大家都跑的時候 他就價錢便宜 大家不敢 為什麼價錢便宜 因為賺餐人怕他更低 所以他乾脆先跑 對 但對我們來講 這個你不要 給我好不好 給我來給我來 周年慶不要 你不知道這要麻煩喔 買起來很貴 對 這個同理可證 很多人都問台積電 台積電老師 為什麼現在買聯電 不買台積電 我們也來算啊對不對 去年配十一塊 那十一塊 他的昂貴價多少 十一塊乘以四十四百四啊 現在已經比昂貴價還高 所以存台積電的話 你用存角度 現在家人去買 你大概一%都不到 一%多 那一%多就滑不來 所以為什麼我在這邊講說 外資可能會去賣的原因就 因為外資把換成美金回去 他在美國存定存 美金的利息已經超過了 對 3%多4%的 所以他會賣台積電 台積電 台積電對我來講是好公司 但是我沒有等到好價錢 很多人敲完 都在問金融股呢 因為老師之前 剛剛我們看了 四百多張的玉山金 來 老師的金融股的配置上 因為我們大家都很常會討論 國泰金、富邦金、玉山金 老師好像就是玉山金為主 對不對 玉山金為主 但是我這三家都有 那我在這邊發生的就是當年 國泰金配的比較少 富邦金配的比較多 那兩家股價差不多 所以我就把它換到富邦金 這兩家公司 我的持股都不會很高 那最近沒有增加的原因也是因為 因為他們這兩家去年 還碰到那個保險的 對 防疫保帶 那營運都不是很好 那我就想再追蹤一下 或者是再等一下 它有沒有更便宜的價錢 我才會考慮要買它 給他們一點時間 整理一下股價 那相較之下 玉山金它就是穩穩在那 它比較穩 是 因為玉山金它比較做 它沒有做保險類的 它只做金融 對 它的問題比較 稍微少一點 但是去年那個保險事情也是一次 好公司只是碰到一次壞事情 對 不代表這公司永遠就不好 你是暫時的留校查看 對 所以這樣聽起來 金融股也不是不能碰 但是它可以是純股族的一個方向 一個好朋友 凱蒂自己之前 一開始接觸股市 也是殺族的窮州 好像也跌跌撞撞迷迷迷迷迷迷 對 因為我就是資訊盲目型的 對 那其實我網股票 大概有四五年的經驗 那我一開始玩的時候 其實我是從零開始 就是我什麼都不懂 所以我一開始買的時候呢 它就直接下市了 就是我不知道它是誰 然後朋友就說 太陽能很棒 你就跟著買吧 然後那時候就買了綠能 我也不知道它在太陽能界有多厲害 我就跟著買 然後買了之後呢 放個 放一段時間之後 才發現它已經下市 它不見了 它不見了 然後朋友說 他沒人通知你你還不知道 沒有人通知我 因為我根本也不是早起的人 我發現 就是好像早起的人 沒在看盤 對 然後之後我想說沒關係 我就陸陸續續試了幾次 因為我的股票原則是完全 我不會做功課 然後可能也是沒時間做 所以呢 朋友叫我買什麼 我就買什麼 所以這些股票 都是我朋友叫我買的 可是他們講的點 其實是對的點 可是我看到的時候 已經資訊落差了 所以我進的價格 可能也比他們高一些 然後他們要出的時候 也有通知我 可是那時候我可能 一忙又忘記了 天啊 然後就來不及出 然後我這個人呢 就是你知道 我就覺得不管怎麼樣 他如果還沒有賺回來 我死都不要出 你跟謝老師一樣 老師會留一些初戀女優股 你就是初戀男優股 是 問題是他下市 然後回不來了 然後就等到下去 就是因為我這種 就是等待的決心 都會等到下市 要不然就是慘陪 我真的覺得 我每次慘陪的時候 我也是看著他 然後就失眠 我跟老師不一樣 我真的是難過到失眠 掉眼淚失眠 對 那我想就是臨時抽考一下凱蒂 你看中紅啊 陽明啊 好偽全店 他們在做什麼你知道嗎 完全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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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在還不知道 不知道 可是你已經-65-45在那了耶 對啊 我就很想說 我想說 就等著有沒有奇蹟出現之類的 還在等就對了 還在等 還不賣啊 還不賣 你中紅看起來這樣是10張了吧 你中紅至少有 對啊 對 然後陽明我也是買在糕點的 大概去年嘛 還是前年 我買在大概170-180 對 你很敢耶 我不知道我在幹嘛耶 朋友爆 然後陽明你也不知道他是做什麼的 然後你竟然一張 一張100多 10幾萬他也敢買 對 因為朋友跟我說 可以他可以 我想說天啊 這麼信誓旦旦 然後他們每天都早起 我想說我要聽早起的人講的話 然後聽完之後才發現 買太高了 然後之後開始漸漸到跌到100的時候 我就想說 就是還不能怪朋友 我跟你講 股票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不做功課 你想要懶惰 可是你又想要聽朋友講的 不管是賺還是賠 都不能對朋友任何的就是情緒 因為他可能對你也沒有惡意啊 他是從哪裡聽到的 他也有資訊落差 你也有資訊落差 對 所以讓我賺錢的朋友的時候 我就會買個禮物給他 但是賠的時候 一句話都不能坑 就只能怪自己 有時候想說今天 他有騙過說今天一定要趕快賣 然後早上昏昏沉沉的時候 我按買了 就是明明要賣的價格是高點 我按買了 然後我一按買高點 我整個心形耶 我想說天啊 我真的覺得就是 我就買做股票買股票 真的必須要有決心 不能像我這樣子 帶多懶散都會有 對 還是要成文一點點 就是如果急躁的話 很容易就做錯誤決策 那老師怎麼樣 給我們年輕人一些意見 好像他這樣子 我覺得他這個狀況 第一句就是說 存股就好了 把它變單純 然後還有就是說 這家公司 你不知道他做什麼的 你就不要買 朋友說他再棒 你也不要隨便相信 還有一種 這般朋友你要問他 那你叫我買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有時候我們人 還是可以邏輯推理 那他只是說 我最近很夯啊 因為大家都在談 就像最近談那個 chat的那個什麼東西 對啊 大家都在談 但大家都在談的東西 不代表這家公司會賺錢 而且會賺長期 他可能短波浮現 一個很漂亮的確是 其實有一陣子 在談那個元宇宙 元宇宙好夯啊 好夯啊 但是元宇宙你沒聽到分析人他講 這個元宇宙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但是五年之內不會賺錢 你如果沒有聽到後面這段話 那你就跳進去了 就很有可能會虧錢 所以像你直直的故事 我覺得也蠻好的 他是也收入不高吧對不對 沒有他對 他等於退伍下來先做學徒嘛 那學徒我就發覺他的狀況 我就有一天把他找來吃喝咖啡吃飯 我就跟他開始講 我說你這樣子好像年輕小孩子 一退伍也沒什麼存款 你就開始去買個摩托車啦 幹嘛又還要貸款啊 我說這樣子不好 你還沒還沒做事 這樣很shap啊 對 那所以我就跟他講 但是那個小朋友很乖 他就聽我的 然後就開始 那開始慢慢 他那時候剛退我22歲嘛 現在正好30歲 每8年 那收入太 因為做學徒 不是很高嗎 他還蠻勤奮的 但就要慢慢存慢慢存 結果前些時大概一個禮拜簽 他就說姨父 我現在資產過300 真的假的 他是什麼個存法 他是一開始學徒收入不高 他就會存錢 存錢不管一千兩千 他就慢慢存 存到一個數目 他就把它移到 因為我有跟他講 我說你生活的錢要留住 你不要把這兩稿混 搞混的時候你不要隨便亂賣股票 你生活歸生活 那他擺在這邊的時候 他存到一個部分 他就傳一個line給我 我現在存了2萬6 我現在存了3萬多 好棒喔 那我就會跟他討論說 那這樣子 最近大成不錯 你要不要買一張 他說要買 好買一張 那我就說好 明天我們團購 我們兩億人買一張 或者加我兒子一張 三張團購 大家一起 對 因為他就這樣慢慢存累積 你們這樣有點彼此激勵 對不對 第一年第二年還看不出來 他等到第三年發現 鼓勵滾 然後他的資產慢慢再增加 他就越來越有信心了 好棒 我想要加老師的line 我想要一起 他這樣就 我就說年輕小朋友 今天老闆跟你講 我下個月給你加薪一千塊 好高興啊 但他現在是 他去年領的股力到23萬 那等於快加薪到2萬 對 加薪不用靠老闆 加薪靠自己 過件事可以罵老闆 比老闆還厲害了 一個月薪圖嘛 存兩千三千 三年投資股票有感 只要湊了整數 就投入股市 三年就讓他感覺要鼓勵回來 八年資產破三百萬 也就是我剛剛理出的成功方程式就是 好的公司加好的進場的價格 幾乎就等於你可以獲利的成功方程式 好啦你給我騙老師 好的股票每天都有嘛 好的股票在哪裡 我跟你講喔 好的股票就是肉眼也看得到 老師就是靠這樣子 樸實無華的選股票 怎麼個選法 沒有我們剛剛前面有講過啊 除了龍頭以外 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你自己的人脈 像我藏心 藏心是因為去公司去演講 或者是評鑑 那有時候會到了這樣公司 你去了順便就東看看去看看 瞭解他一下 然後跟別人聊一聊天 因為你那時候去的時候 人家對你是客人嘛 你問什麼他大概都會高你 所以那時候我去問他說 你公司賺不賺錢 他說還好啦 一年都配個一塊多 他說你價錢股價多少 十幾塊 十幾塊配一塊多 我說那很好啊 回頭回來 當然這種東西 有時候你不見得說 一個人講 你還可以再找別人求證 所以我就跑到化學區去問同事 這家公司怎樣 他說不錯啊 蠻好的啊 很穩啊 那我就開始春 這是一種就是從人脈 那另外一種就是你上街 人家說不要投資華爾街 要投資商業大街 你就到街上去看 像我每次走到星巴克 旁邊看星巴克 根本找個位置 一位難求 都做不到 對 那生意康志美好像也不錯 7分根本到處開的都是 那你就想說 那統一不錯啊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也是一種買法 那像我在早期 我那時候一開始有買 玉龍中華車的時候 那時候你買 不要聽別人講 你跑到銷售點去問 我今天看到這個車 我訂車多久可以拿車 他說馬上後面好幾步讓你挑 那你就曉得 他跟你講說 你今天要 要早講喔 三個月之後才會有車 那你就表示說 賣得很好嘛 老師太好了 有時候要碰這種消息 生活裡面看得到的 就是他能夠相信 再去觀察他對不對 你買王瓶 是因為你愛吃 王瓶是這樣啊 真的假的 沒有 王瓶是不錯的牌子嘛 是啊 而且在股災的時候 就上次疫情的時候很慘 是 很慘那時候六十幾塊 我就說 看起來也沒道理啊 他生意好像還是OK 還有人在吃 對 那我所以那時候就六十幾塊買 不過在這邊跟大家坦白一下 我真的就只買了一張啊 我本來想試試水溫 結果吃完水溫以後 好像就沒有好價錢 就一直往上 然後買蓮花石喔 蓮花石也是上一次 碰到那個食品 那時候比較低的時候 那加上 我還蠻喜歡吃他的可樂果 他們家很多餅乾都超好吃 那我都 我的想法就是說 他當然鼓勵配得不錯 那我買個幾張 至少我每年的零食是 他幫我出的 他供應的嘛 那你想想看 我今天沙拉油也不要錢 我泡麵也不要錢 我這個也不要錢 那個不要錢 那你就已經很夠了嘛 對 所以這些挑股票 所以大統一嘛 對大統一是 因為他做沙拉油 他之前大家都必要 那大成是我前兩年 有時候看一個電視報導 有時候看電視報導 那個像什麼 台灣一步一腳印啊 什麼台灣美油介紹 因為他介紹 他就踏入蛋的一貫化生產 那我看起來報導 我就覺得 還蠻認同的啊 因為而且 他本業就已經不錯 他又跨足新的行業 而且用比較科技的方法 去生產蛋 那時候我就開始注意他 那價錢還OK的時候 我就開始買 又是我們民生必須的 對 配的鼓勵又不錯 對 那加上前夜池 他有跌到40多塊錢的時候 我會發覺 週年慶又來了 又開始買 結果買了大概幾張以後 現在又到50了 又漲上來對不對 那我就停了 出現一個重要事情 我們叫做生活級文章 我們的眼睛看得到 就大概可以秀得到 這個股票 會不會是個好的標的 那你物色到好標的之後 我們要算出他什麼時候 是我們最match的 最甜蜜的價格 我們就一大層來計算好了 老師會建議我們怎麼算呢 拿最後這一年2022 他配了五毛錢股票嘛 然後一塊五的現金嘛 一塊五現金 你一張就是配一千五百塊 那如果我們現在簡單拿股價 就要五十塊來算好了 五十塊算你就知道利息 他有一千五百塊嘛 那你是五萬塊買的嗎 五萬塊買的 對他的利息就等多少趴 這是現金股力的利息 對現金股力 正好三趴 但是他又配了 他又有股票股力 又配了五毛股票股力 五毛股票股力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你本來配之前你有一張是一千股 對他配完以後呢 你變成一零五零股 多了一個五十股 多了五十股 你這樣子一除的話 就等於多了多少 你股票多了五趴 你股票成長了五趴 那這兩個加起來 八趴耶 配股票股力有個狀況 是 就他股本會膨脹 股本膨脹以後 你要看第二年獲利有沒有衰退 因為股本膨脹 他獲利衰退 就表示他獲利能力沒有追上來 對那好處是 我有幾家 就包括預算金一樣 他已經連續配股票很多年 但是他的獲利能力也跟著增加 那這樣子就還OK 所以就是說你在算這個價格 購入價的時候 不要只看那個3趴 你要記住他的那個5趴 對 所以計算方式上面呢 就是乘以8趴嗎 對可以當8趴 但是還是要追蹤公司 未來營運有沒有跟上來 這個也是重點 那新的2023年的話 老師在這個存股上面呢 你有什麼樣的調配 給大家建議 也還好啦 就是按照原來的步調啊